一面在天空中飞 这难道是不适合什么魔法吗 所以就急着朝什么 一直看出这道网红美食背后的秘密 你看做法吧 这道美食初看卖相就特别吸睛 筷子和面条都一起飞在天上 所以它被大众称之为飞天面 从去年底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 导致新马一带的餐馆都纷纷推出这道面食 你知道这看似神奇的佳肴 据说是由来自香港 在本地工作多年的曾静雄师傅研发的吗 他于2020年受邀参加活动时 偶然间联想到日式料理橱窗中 展示的飞天冷面 突发奇想 通过广东菜油镜的方式 烹调出飞天生面 没想到因此在新马一带掀起一股旋风 这看似神奇的佳肴 其实也可以在家里轻松制作 今天就教大家两种做法的飞天面 辣椒小龙虾飞天面 以及叉烧海鲜飞天面 首先先准备材料 面加筷子 小龙虾 辣椒螃蟹酱 加番茄酱 加水 蛤蜊 玉米 蛋 蒜头 面加筷子 鱿鱼加虾 蛋 蘑菇加菜 蛤蜊 鱼饼 叉烧 蚝油加酱油加糖 蒜头 太白粉加水 鸡汤 其实材料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更改 我今天用的是云吞面 但是你也可以改用生面或者快熟面等其他面类 把面条缠在筷子上 最好买长一点的面条 那就可以做出更高的飞天面了 用中小火烧锅热油 就可以将铲好的面条放入 并不断的用勺子将热油从上到下浇在面条上 以此让它定型 直到呈现金黄色便可捞出 接着便准备汤汁 辣椒小龙虾的汤汁做法简单 先将些许油倒入锅中 加入蒜末爆炒 再放入蛤蜊 小龙虾等其他材料 炒熟后倒入辣椒螃蟹酱 番茄酱以及水 搅拌均匀 煮到汤汁开滚之后 倒入一粒打散的鸡蛋就可以出锅了 插烧海鲜面的汤汁 以前面做法差不多 先用油爆香蒜末 丢入海鲜爆炒 再倒入高汤 蚝油 酱油 糖 香菇煮滚 放入青菜及蛋液搅拌 便可以适量加芡汁勾芡 最后将汤汁撒在之前制作好的面条上 便大功告成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